武汉市近日召开全市加强核酸检测 加快筛查无症状感染者工作部署会 将对全市市民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从而进一步摸清无症状感染者底数 有效管控新冠肺炎疫情 5月16日 家住武汉市武昌区某小区的居民赵子清 收到社区微信群里的全员核酸筛查通知后 立即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检测 其实我自己我们单位 其实在4月份就是已经组织过做过一次 然后跟社区里边的工作人员联系 然后了解了一下 就是说他们说7天之内如果做过的就不用做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又重新做了一次 在该小区一处空旷地点 检测人员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 为居民采集烟柿子样本以及血液 现场有工作人员不断提醒居民保持建具 有序排队 并未接受检测的人员测量体温 完成整个检测过程仅需数分钟 现场井然有序 从最开始的这个通知 然后到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组织 工作的安排其实都还都还挺好的 然后就是也会要求大家就是间隔一点五米 然后就是等候的时候也会有人来回的去消毒 然后整个工作人员的态度也都很好 家住武汉市桥口区江山如画小区的居民戴亮告诉记者 原本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去医院做核酸检测 没想到当天在家门口就能完成 戴亮说社区会通过网格群和社区广播通知居民下楼检测 避免人员聚集所以安全方面不太担心 突然这两天政府通知说可以免费检测的话 而且检测品就设在我们小区下面 所以很方便而且也是个露天的 所以说交叉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小 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核酸检测将突出重点 科学有序组织实施 检测对象为武汉市未进行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 常住居民和暂住居民 优先排查曾经的友谊小区 老旧小区 人口密集小区居民 核酸检测工作以区为单位进行 各区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居民 企事业单位职工和门店经营户相关人员进行采样检测 让我们全民检测的话 我觉得曾经是对我们武汉市所有市民的一种负责的表现 我自己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必要的 通过这一次的摸牌 也可以让这个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安全都得到保障吧 本次武汉全民核酸检测所需经费 原则上由市区财政按1比1比例分担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呼吁市民打消顾虑 积极配合此次筛查 以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